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大佬就来带大家看看什么志是前世的印记 哪些志向欲示今生富贵 一 哪些位置的志是前世的印记 一 掌心的志 据说这颗志是情人的眼泪 两人约定生生世世都不忘彼此 也是为了让两人前世相爱今生相遇 不会错过对方 当你的右手的守心志和另一个人左手的志 能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你等的 一般来说 志越接近纸根就代表情缘越深 这颗志的位置在脖子后面的正中心 或者是胸前的志 关于苦情志有个继美的传说 即今生缘来世续 这种志向的人前世一般没能在一起 预定今生在一起 拥有苦情志的人一般都是在奈何桥上 不愿意忘记过去的人 因此孟婆答应在他们身上种下一颗 以便于找到前世所爱的人 苦情志的对应志是在另一半的手臂上 三 下巴有志 下巴长志的人多是豪情奔放的人 有真性情 工作很自由 从小就有优越的生活 即便是遇到了困难也不会畏惧 前世多半是一个武士 虽然现在不从事粗鲁的工作了 但他们依然是热心肠 和这类人相处是会很快乐的 四 额头有志 额头志也被称之为美人志 额头上长志的人 大多数长得都是比较好看的 即便外貌不是那么出众 也是有出众气质的 前世多是出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 都是比较有学问的 脾气温和 仕途很顺当 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五 脖颈有志 脖子里面长智不是那么明显 不仔细看根本就不会发现 这类人一般前世从事的是军官工作 客气奉工 为人好强 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思维 不会因为别人的说法而打乱自己 到今世他们的性格也是一样 脖颈有志的人就是自己前世的恋人 六 心口有志 心口有志的人性格乐观积极 经常为身边的人打来欢笑的你 前世同样是个人缘及家 交友广阔的外交官 由于天性好动 长期定居于一个地方 必定令你闷得发慌 因此 前世的你是从事四处游历的外交工作 七 内志 即眼睛下方的内科志 颧骨和蜿蜒角为核心的地区 都是内志的范畴 内志位于眼角下方 在感情上属于十分不祥的前兆 有类志的人恋爱甜美稳定 不会出现婚变 按命理学的项面的说法 凡生有此志者 前生今世 皆注定为爱所苦 悲情所困 且容易流泪 二 哪些志是今生富贵志 一 小臂有志 小臂上的志一般都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小臂内侧的志 小臂内侧的志 在相学上有一步登天的意味 有此志的人 终身都会得到很好的财运 小臂内侧有志的人 从出生起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 一生不止很少遇到大磨炼 或大艰难 而且还能常常得到贵人的相助 他们很少与人计较一些小事 总是乐于协助处于窘境的人 常常为身边的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这样的人在工作中也比较容易得到提拔 事业发展得比较顺利 往往能一步登天 获得丰厚的财富 二 肚子有志 肚子有志的人可谓是上天的宠儿 是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有福之人 此处有志的人聪明勤奋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福气也积累得越多 长有此志的人即使出生家庭不好 但是好强的他们总是能够逢凶化吉 而且运势也不错 他们天生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有自己的主见 事业越做越大 生活美满和谐 所以他们往往可以家庭事业双丰收 好运福运源源不断 注定无法当个平凡之人 三 腰部有志 像学上说腰有志的人多是腰缠万贯 腰部有志的人属于命中藏财 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报答 而且收到的报答往往是加倍的 此处有志的人生活中就十分幸福 属于好事多磨的类型 父慈子孝胸有地公 事业上他们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可以升职加薪 就算有小人出没 也能被贵人所化解 四 归尾志 归尾志指的是一个人的尾追骨的志向 这个地方的志说明此人命中有子微心庇护 这里的志一个就有财 富贵多金好运不断 靠着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事业成就 这个地方有志就是富贵吉祥 大吉大利 成就了非凡的机会 得到了自己的良好发展 五 田宅公志 田宅公有志 这个人一定是命中自带富贵 属于典型的富贵名相 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 能够得到财神爷的庇护 一生人缘而忘 一生好运多 如果这个地方有志 人生道路会异常顺利 事业得到良好发展 富贵多多 大富大贵 六 财库志 财库有志 就是最有财富的象征 财库指的是一个人的下巴 如果下巴有志 说明此人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能够有财神爷庇护 一生赚钱能力强 更能守财 富贵多金 不缺钱花 七 己柱正中有志 这颗志长在后背己柱的正中间 有此志向的人 不论男女 均为富贵之命 小时可得到父母的庇佑 并可继承祖业 成年后则可事业有成 虔诚无限 晚年时更可安享儿女之福 子孙满堂 一般挤住正中有志的人 出生富贵人家 从小衣食无忧 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少爷 或者是小姐 他们从来不用为钱担忧 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可以比别人少奋斗几十年 家里条件比较好 所以长大之后 有些人会直接继承家业 也有些人会借助家族的力量 发展自己的事业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 相对那些家境较差的人来说 他们的起点就比我们高很多 八 右肩胛骨下端有志 这颗志长在后背 右肩胛骨最下端 靠近脊椎的位置 由此志向的人 无论男女 都是财运亨通的好命 本人以赴得名 动产与不动产经营 都获利丰厚 一般有这颗志的人 财运非常好 无论做哪方面的投资 都能够获得不错的收益 财运比较好的他们 会有很多的不动产和动产 有这颗志的人 一般都是富豪或者是富婆 他们有雄厚的财力 锦衣玉食不愁吃穿 如果你遇到一个有这颗志 又喜欢你的异性 那么你可以考虑和它在一起 不过感情的事情不可以勉强 但是像这样多金的异性 可以说是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不要等到错过之后才后悔 其实无论我们身上的志向如何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只有我们肯努力 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要相信 命运最终还是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 你umes для救火器